当身价百万的年轻总裁去濒临倒闭的小店当实习生 小店能否起死回生呢 这是一个典型扮猪吃老虎的节目 商业小天才们伪装成普通实习生 打着年轻无知的幌子去濒临小店了解他们的内部运营 获得员工信任并打探情报 然后分析小店的问题所在 设法让他恢复生机 这次我们的挑战者是25岁的盖瑞 别看他年轻 盖瑞名下可是有着好几家公司 包括建筑 房地产 美容美发产品 以及电子商务 他15岁就成立了第一家房产公司 17岁就已经是百万富翁 听起来简直是小说剧情 盖瑞对工作很有热忱 他目标清晰 注重结果 眼光长远 总之就是有一个好总裁的完美特质 而他要拯救的是一家书店捡咖啡馆 在实体书行业日益衰落的今天 书店的经营着实不易 这家名为特威奇的书店 已经负债5万英镑了 每个月要靠借钱才能维持下去 如果到明年年初还没有改善 那他就会彻底倒闭 对此老板史蒂夫毫无对策 一年前老板娘丹妮在书店楼上 开了个咖啡馆 但这两门生意却完全独立 夫妻俩各管各的 为了增加收益 丹妮每月会在咖啡馆 举办两次俱乐部活动 但上面忙忙碌碌的时候 下面还是冷冷清清 史蒂夫也完全不管咖啡馆的事 不过盖瑞这次来卧底 他是唯一的执行者 妻子和员工们都不知道 他们还以为 这是在拍关于打工的纪录片 在前往书店前 盖瑞换了身 青春休闲的衣服 打工人的感觉瞬间有了 两天的实习生涯 很快开始 可书店里的客人 找到半天也没一个 无聊的盖瑞 趁机查看起自己的大事业 但这在不知情的丹妮看来 就是明洪晃的摸鱼啊 她立马上前 教育起这个实习生 顺便还责骂了旁边不管事的老公 俩倒霉蛋 不得不开启打工教学 在聊天过程中 盖瑞惊讶地发现 史蒂夫作为书店老板 竟然对书店没有一点热情 他对自己的工作 没有任何想法 看样子更像德国写过 接着盖瑞被指派去咖啡厅帮忙 丹妮首先让他换了件更正经的衣服 接着就让他刷马桶去了 这绝对是总裁小哥人生中的第一次 关键是 荒呆厕所里根本找不出这家店的根本问题 于是盖瑞开始跟丹妮套近乎 他主动问起了俱乐部活动 这可是丹妮的得意之作 老板娘立马看看而谈 通过交流 盖瑞发现丹妮是很适合做老板的 他精明负责 很愿意付出和努力 但这些竟然没有带动史蒂夫半分 可想而知 这个懒散的老板才是问题所在 他缺少商业知识 也缺少活力和干劲 每天到点就下班 盖瑞直言 如果他买下这个店 他会让丹妮当老板 而史蒂夫只配当跟班 为了确认自己的推测 第二天盖瑞开始向员工们下手了 他卖乖讨巧 很快就和同事打成一片 从他们口中盖瑞了解到 史蒂夫果然不管楼上的事 周二去咖啡馆 也只是蹭吃蹭喝 还在各楼给自己整了个健身房 没事就摸鱼 咖啡馆也没有任何 与数点相关的信息 没有客人会觉得 这两家店有什么关系 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晰了 接下来的五天 盖瑞会公布身份 帮他们完成改造 此时 过知情的丹妮 还在采访中表示 这小伙不错 勉强可以留下接着感 不过很快 在到这盖瑞的真实身份后 丹妮就傻眼了 但他非常欢迎 年轻总在来指正 那态度转变的 一眼是贼快 首先 为了解顾客们的真实意见 盖瑞进行了一次市场调查 他发现 很多顾客都喜欢书店 以前开展过一个 说故事的活动 但现在 这项活动 已经被史蒂夫取消了 因为他不确定 是否能盈利 可盖瑞通过调查发现 有许多书店 都通过类似的活动 取得了成功 所以这些 不应该放弃 还有就是 童书区域的扩大 儿童读物 是最难被电子书取代的 这依然是个不错的市场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有合并 书店和咖啡馆 不应如此分裂 于是 盖瑞想到 将书籍出售 推广到丹妮的 晚餐俱乐部 在这项计划中 激发史蒂夫的积极性 会是最大的挑战 在盖瑞的鼓励下 一项咸鱼的史蒂夫 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他开始向咖啡馆顾客 兜售图书 这可是他 最不擅长的事 嘴笨老板 就差直接求顾客买了 虽然结局 还是惨造拒绝 但总算是有所进步 毕竟做生意的重点 可不是坐等顾客上门 而是自己 去把客人找来 再给他们 乘上一些特别的东西 不然成功 永远不会降临 在总裁的指引下 史蒂夫总算 调整好了心态 他再三尝试 终于拉到了一段生意 这让他信心倍增 以前 最烟雾俱乐部晚餐的他 现在还主动 在顾客面前 朗读了一段清点文学 因为整个晚餐 都是这本名著的主题 所以许多客人 在当下的情景中 都大方地掏出腰包 购买了名著 这无意是场 成功的活动 可仅仅是这样 还远不够准备出店 盖瑞的第二个计划 是打入儿童市场 他带着夫妻俩 去参观了几家成功书店 这给了他们不少启发 自家书店的装潢 实在过于沉闷 一点也不吸引小孩 童书区域 也应该调整到前面 让人可以一眼看见 留给他们改造的时间 只有一晚 第二天 盖瑞会带十足家庭 来参加读书会 如果活动成功 那这些妈妈 就会一传十 十传百 虽然夫妻俩做得很不错 他们将这里布置得焕然一新 各式各样的小玩具 和天花板上的气球 都让孩子们流点忘返 此外 史蒂夫也学会了 做调查问卷 其中 做大小儿童分区这个建议 就非常不错 虽然过程忙碌且劳累 但不得不说 今天书店的营业额 是这一年中最高的 盖瑞功成身退 他给书店留下的 是不断创新 发展的新思维 而夫妻俩完美贯彻了 三周后 盖瑞再次回到书店 这期间 史蒂夫改变了很多 他变得十分忙碌 年里有活 积极参与咖啡馆的俱乐部活动 积极向顾客推销 会起来还经常沟通交流 书店的橱窗 陈列的五彩名分 看起来非常引人 而东区也是明亮多彩 空间大了以前三倍不止 咖啡馆里也有了小书架装饰 楼梯口还放着一矿图书盲盒 也就是把不同的书 用统一的牛皮纸包住 紧在上面写几条提示 每本都卖2.5英镑 买到什么全凭运气 这样新机的创意 非常受欢迎 咖啡馆的客人 看到基本都会买 更惊奇的是 夫妻来把阁楼 改造成了神秘洞穴 这里是家长和孩子 阅读的小天地 入场费仅需三英镑 还能换取任何一本书 或一杯咖啡 可以说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现在的史蒂夫 满脑子都是新奇创意 他重新找回了工作的热情 再忙碌变成了一种幸福 盖瑞彻底完成了任务 特维奇书店 将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而他相信 这对夫妻一定能 做得更好 我是拉环 观众人家一拉罐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